夏天呢还有一些植物是持续不断开花 并且具有香味的 像这个巧克力金鹿 它都有巧克力的香味 还有巧克力秋荫 它也是带有巧克力香味的 炎热夏天呢 蓝色和白色会带给我们一丝清凉 我在花园的这个角落里呢 种了重生的蓝色白子莲 这些矮生的重生的品种呢 比那些高大品种 我觉得是更适合 因为它能持续不断的开花 在它前面呢 我种了白色的玛格丽特 像玛格丽特这些植物 它其实是多年生的 但是在上海地摘往往比较难熬过夏天 那么在六月底的时候呢 我们最好对它进行一次重检 剪掉三分之二或者是二分之一的位置 这样子呢 让它轻装上阵 比较容易度过夏天 这棵澳洲米花啊 没想到它在炎热的夏天也能开花 非常期待它一年后的样子 大家还记得上个月我种的那些蔬菜吗 现在都已经可以吃了 这棵是茄子 已经吃过两拨了 旁边那棵青椒呢 也之前收获过几个 另外呢黄瓜 黄瓜呢这个状态已经可以摘下来吃了 这个品种的黄瓜生吃还是挺好吃的呢 在上海炎热的夏天呢 经常会有台风 很多高大的植物呢 需要提前进行绑扎 今天我来试一下 我身旁呢 这棵是树大栗 它长得非常高 据说要到十月份才能开花 现在给它绑扎呢 首先找一根粗一点的棒子 在它身边插下去 然后呢用这样的魔术贴进行固定 魔术贴比一般的更好的在于呢 它比较宽 不容易勒到植物 你看这样绑一下 它就非常牢固了 即使台风再大 也不会把它吹断 我面前的这两棵大栗花呢 就是春天的时候种下去的 这棵黄家咖啡呢 其实已经长得非常高 都带花苞了 但是前一阵 前几天 因为连续下雨呢 我想把它搬到 避雨的地方 结果不小心折断了 而这棵呢 我就用魔术贴 给它进行了绑扎 搬来搬去呢 也不担心它会被折断 所以这个方法呢 非常好用 小伙伴们可以试一下哦 月季呢 是药罐头 在我的花园里呢 我今年春天基本没有打过药 然后月季全都黑斑和红蜘蛛了 前几天呢 我就把这些得病的叶子 全都给撸掉了 然后放在一边 经过三四天的雨水的滋润 你看它新的叶子又长出来了 这些新长串叶子就非常的健康 所以大家的月季得了病呢 不用慌 没有打药的花 像我这样操作也是可以的 炎热的梅雨季节呢 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 可以操作的东西 比如说迁插 这两天绣球开过花之后呢 我把枝条剪下来 然后插在了纯的赤鱼土里面 而这个曼陀罗喷雪花 都是我前两个星期牵插的 已经生根了 然后我给它摘了下去 放在碧羊的地方就可以了 而这颗番茄呢 是不小心把枝条给弄断了 它的枝条上呢 其实已经带一点点根虚 我就直接埋在了土里 看看它现在其实长得还不错 包邮区呢 已经进入了高温桑拿模式 对植物来说就是进入了大烤 小伙伴们要随时关注植物的状态 有条件的话呢 最好给植物拉个遮阳网 最好再避个雨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